我们是连夜开工 雨中开工 将提供超过3000个隔离的床位 我们希望尽快投入实用 为香港的抗击疫情 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这个设施 在下午正式交给特区政府 由特区政府开始营运 今天我们开始接收 第一批隔离人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